有加密货币之王以及加密货币巴菲特支撑的FTX天才创办人弗瑞德 那么他之前因为他所创立的全球第二家加密货币的交易所FTX倒闭 结果他在一戏之间蒸发了160亿美元 结果外媒爆料说他过去两年来早就在巴哈马买下了19处的房产 公司破产之后他天天就在豪宅庄园里面打电玩 开派对甚至交换性伴侣还是用迷幻药来助兴 那么这个FTX所牵扯的丑闻到底有多广呢 除了这个FTX这一个创办人他是民主党的捐款给民主党非常多的钱之外 还捐款给了这个有关于乌克兰 那乌克兰的甚至他们的加密货币的捐款网站Aid for Ukraine 那么甚至是当初这一个乌克兰的数位转型部长 与他们合作的结果现在这笔账款也传出全部都消失了 这个FTX所面临的从2008年以来最大金融风暴之后 现在所牵扯到的加密货币最大的风暴 又牵涉到了乌克战争又牵涉到了所谓美国民主党 包括选举内部的丑闻这到底会形成什么样的风暴 除此之外看到新闻时报的一篇观点跟评论 这篇观点评论呢他的这个撰写的人是一位这个作者 那么他过去曾经写了一本有名的书 就是Winners Take All赢者全拿的这一本书 那么他最近在新闻时报撰完了一篇评论 他的标题叫做Elon Musk跟这个Donald Trump的这一些信徒 他们的真面目就是说亿万富翁不是真正的救世主 待会我们后来讨论这一篇评论到底谈论什么样的内容 也给台湾人什么样的启示 未知数 观众朋友晚安我是周四云 欢迎收看今天11月24号星期四晚间 七点钟回来播出政经全球新闻 最近很多的尤其是右派的媒体 美国的右派媒体 或者西方的比较保守派的媒体 都在讨论一个事情就是 第二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FTX宣布破产 那么这个宣布破产的状况 就是自2008年雷曼兄弟的刺激贷款风暴 所引发的全球海啸之后 当时是有很多在这个银行家 包括交易员还有一些金融研发专家都丢光了脸 谁能预料到说在2022年 因为这个才30岁的年轻人佛瑞德 却一个人就导致了全球加密货币的灾难性的崩溃 那么在11月10号的时候 他在推特上面像刚拿到成绩弹的少年一样 道歉了 他说对不起我搞砸了 我应该可以做得更好 简单来说今年11月10号 他的财富从150亿美元 一下子就归零了 变成一无所有 他所创造的FTX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是全球第二大 仅次于这个比特币跟其他数位加密货币的 一个非常大型的流通市场 那么上个星期还价值超过4兆的加密货币 因为缺乏流动性 一瞬间消失如悲惨的宇宙汇星大爆炸 这位科技天坦用三年的时间建立加密货币帝国 在24小时之内损失了94%的净财产 东窗事发了第二天 弗洛伊德辞去了CEO的职务 11月12号他的私人飞机离开从他居住的巴哈马群岛附近 飞往阿根廷 没人知道他是不是搭上了飞机 尽管他向路透露说自己人还在巴哈马 那么至于使用FTX加密交易货币的上百万的客户 现在为止是不确定自己的钱是不是能够拿得回来 这个世界就如同股牌消息一般 是无法收拾一条又一条 如这个FTX资产担保作假公司财务自理的卫造事件被揭露出来 即使新的执行长上任显然也是双手一摊 那么这个问题现在牵涉到的是 过去这个FTX他曾经才在2月24号 就是开战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当下 才在推特呼吁说 这个全球市场动荡之际因为乌尔开战的原因 不要过度关注价格走势 应该要为别人做一些好事 自然是世界上真的很需要的 当时他说 这个他已经向FTX的乌克兰的用户 就在他们这个加密货币平台上面的 每个乌克兰用户每人发放25美元 并且附上一句话是说 做你该做的事 那么当时他的这个举动呢 就引发很多人批评 说这个举国上下都在急着逃离乌克兰 你去趁这个机会搞行销 而且他询问说 这25美元到底是能够做什么 那么这个也有一些网友当时声援说 如果这是行销的话 那世界就需要更多这样的行销手法 这个行销与否 他们大可不必给任何人东西 那么在战争当中 不管金额多少都是一笔巨块 那么这一位 弗雷德他当时就这个霸气的力挺 还包括了在乌俄战争开打之处 这个乌克兰的数位转型部长 博尔尼亚科夫 那曾经宣布与这个FTX合作 推出加密货币的捐款网站 Aid for Ukraine 就是这个捐助乌克兰的网站 那么当时这个博尔尼亚科夫 还对外宣称说 透过加密货币来募集军用资金 速度呢是远比传统银行还要来得更快 但如今FTX交易所宣布破产 那也就意味着乌克兰这笔捐款 也全部消失了啊 那么根据都外的媒体报道指出说 虽然FTX与乌克兰合作成立的 这个加密货币的捐款网站 但在此之后 乌克兰就透过这个网站取得了价值 6000万美元的加密货币捐款 但之后FTX就没有继续公布 他们所获得的捐款金额 报道指出说 身为这个民主党知识的FTX交易所的创办人 这个弗雷德呢 他在这一次的美国其中选取中 成为民主党的第二大的捐助者 捐助金额高达3800万美元 这些捐款原本应该交给乌克兰国家银行 那么比较值得一提的是 那么这一次这个杜拜的媒体 甚至直指FTX 使用这个AID for Ukraine进行洗钱 那即便呢 这个论点到目前为止 他们有公布一些很明确的证据 而是一些业内人士的推测 那么然而这个国外的 这个另外的这个媒体 Crypto Hub 那么他也提到了 有关这个AID for Ukraine 共计取得价值2亿美元的加密货币捐款 但其中只有2200万美元 是真正诱于这个筹备的军区上面 剩余的1.78亿美元下落不明 在FTX加密货币交易所倒闭之后 那么相信这笔捐款 原本是属于这个乌克兰的加密货币捐款 就会就此消失 而且根本就难以追回来了 那么FTX呢 因为这个他这个这位创办人 他这个不断的这个单独的 因为他是民主党支持者 他向民主党捐款 因为他获得了是第二大的这样的一个高度 当然也会引发共和党强烈的批评 尤其是美国的右派媒体 最近是穷追蒙打这个议题 那么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这个援助乌克兰的这个网站 他们这个筹措相关的这个资金 那么他这个过去是曾经有这个6000万美元 那包括的像是600个多个比特币 这个1万多个以太币 1500万个这个USDT 那么整整这一些金额 全部这个算中起来 大约是6000万美元 左右 那么他甚至这个 主要这个三个加密伙伴 是跟乌克兰有这个关系的 那其中就其中一个就是包括FTX 那FTX受雇奖捐赠的这一些数位资产 就是加密货币转换为乌克兰的法定货币 那么相关的这个过程 当然因为乌克兰政府从没有向这个FTX 投入任何的资金 这是乌克兰方面的说法 那么这个根据报道是乌克兰投资 下面一种捐款的这个FTX 整个叙述都是胡说八道的 这也是有关于这个乌克兰的回应 因为有人就质疑就是说这个乌克兰是不是利用FTX 在支柱民主党的这个选举 那这是有关于最新在这个方面 那另外就是有关于 刚刚特别提到了这个佛瑞德 他这个因为他这个享有这个币圈之王 币圈巴菲特之称 那么他这个他的父母跟他的加密货币平台的高级主管 等多名的人都在巴哈马购入了至少19处的房产价值 近1.21亿美元 这是卫报的报道 那么这个当地一名富人 还透露说现在这个佛瑞德跟他的核心员工们 都住在巴哈马的奢华海岸舵舵社区 这个奥尔巴尼的移动价值 也4000美元的豪华房产里面享乐 那么根据New York Post 纽约邮报 这是跟Fox News一样 是没夺其他的媒体 那么他指出说这个庄园 有6500两部电梯修剪整齐的草皮 一个高尔夫球场跟一座 停活着许多豪华游艇的船屋 那么报道指出说 这个佛瑞德跟他的一些员工 在这个天堂岛上 一边玩着电玩游戏 一边开派对 不仅享受交换性伴侣的开放式性爱 还会使用兴奋剂 迷幻用的毒品来助兴 自成是内部爆料者 一位推特的用户 就曾经发文说 佛瑞德会使用贴片式的 这一个治疗帕金森丝症的药物 来增加自己的身体能量 那么加密货币新闻网站 CoinDesk这报道说 佛瑞德可能因此患有 这个药物所带来的强迫性 赌博等副作用 一位迈阿密上流社会的人士 也爆料 自己在4月参加于佛瑞德的 在巴哈马一处度假别墅 举办的加密货币会议时 他们整夜都不睡 还吸食了 还有安菲他命成分的处方药 那闻起来就像是一个礼拜没有洗澡一样 另外是佛瑞德的前女友 那么她也这个 这个爱里森 她也这个发文嘲笑那些 不使用安菲他命药物的人 还揭露自己曾经尝试过 这个多元之爱 还彻底达破她的三观 那她这个还表示说 我已经决定 我唯一能够接受的 就是被描述为 类似中国帝皇后宫的方式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这一位 这一个他的前女友 是他这个也是他过去创立的一个公司 这个公司是佛瑞德联合创立的量化交易公司 被怀疑其中有FTX资金的不当流入 那么这当然也 这个整个事件现在就越轨越大 而且越来越多新的爆料 不断的在丢出来 这个云伦怎么看 这整个加密货币从牵涉到民主党的第二大亚的金主 然后在牵涉到说 这个恶乌战争当中 他利用了他的这个平台 收取了捐款而捐款下落不明等等 这些原因 现在他已经捐款而逃 甚至是这个躲在豪宅里面开爬呢 如果媒体的报道 包括纽约邮报的这些报道 通通都是属实的话 在这个前提底下 那么有几个面向可以来分析 或者是可以来看待这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追求财富有没有错呢 那我当然是没有错了 因为中国的古话 或者是中国的这个一般民众 就有这样的一句话 就是说这个保暖私盈域 饥寒起到心 所以保暖虽然 这个 这个他这个破产的这个 这个人他 这属于保暖私盈域的范围 就是说他他其实虽然是破产 但是他还是这个 可以在巴哈马这个购买 十九处的这个什么房产 可以在那边享受 是盈域 盈域 那如果是报道是属实的话 那确实是盈域 因为他的前女儿都 都都可以这样子物化女性 说这个 他喜欢这个什么 后宫地皇的生活 不晓得是他有没有读过历史 还是他有点尝试 帝皇的后宫生活 是只有这个 男性都是只有一个 就是这个皇帝啊 其他的人后宫的话 就是上演甄嬛传了 虽然甄嬛传那种 就是被中国真的 理性的人称为 叫做装古剧 不是那个古装剧 就是说 你再怎么样 不会去编雍正的故事 因为他是蛮 勤正的人 但是基本上来讲 就是这个后宫的文化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是保暖私盈域 但是我们也不会说是这个 特别像左派一样去仇富啊 仇富的话就是 那你不追求财富的话 一个人其实 他这个本身 他会去 他会去这个 有很多的动力去生活 他会去发挥他的财质 发挥他的能力 其实跟追求财富 是有一定的关系 就是你能够 得到相应的好处 你才会去努力啊 像共产党最初最初的那种 非常就是计划经济的 就是说 那每个人这个 都是做类似的工作 或者是说 那每个人得到都一样的 反正我们到时候要搞个 搞重分配嘛 那所以说 但不需要太努力工作 这个就是一个 我认为 左派非常这个错误的 这个 错误的关于这个 所谓财产的这种 这种想法 因为财产 它本来就会走向私有 这个走向私有 就是来推动 每个人他去这个 很努力要去展现 他自己的特色 展现他自己的财能 展现他自己在社会中的价值的一个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所以如果说财产不能够私有的话 那一定会造成很大的惰性 因为人没有那么善良 就说 我这个 都什么都可以公用 然后我有钱都可以 一定可以捐出来给大家 这个 虽然说这个是 比较是宗教式的 就是说告诉大家要这么做 但是 你不能说去用法律 或者去强制性的告诉大家 得要这么做 所以这个是左派在 首先他在财务上 他在财 他在这个所谓的财产上面的 一个很错误的观念 那么 更荒谬的一个事情就是 之前我提到过一点点 就是讲共和党 说他是右派 但是他却没有去 去这个 遵照市场经济的这个 运作原则 那么硬是想要推出一个 瑕疵品 那么 其实我就才会说 共和党是一个路线之争 但这种 背离他们原本 或者是跟他原本的一些想法 完全是背道而行 这种东西 在左派的历史 或者是在左派的这个 知识人也好 在他们的这个 相关的这些大人物来讲 来说的话 那其实就是 更加的是非常明显 第一个就是说 第一个他的这个 不符合他原本的 这个所谓的意志 他不是说 你这个 只要 乌克兰俄乌战争 那你就说 你要做该做的事吗 要做好事吗 那结果被批评说 你这是在行销 而且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说 你一破产 然后你自己跑去玩 然后其他乌克兰人 现在战争结束了吗 潜然没有结束 那你要继续做好事吗 潜然你不能继续做好事了 那你不能继续做好事 你没有什么 你没有什么 真正实际性的忏悔 自己在那边享受 在那边吃迷幻药 在那边交换性伴侣 所以说你这个就是 跟你都原来做的 这个是想说的一套 非常好听 但是做的不是这样子 对吧 这个基本上来讲的话 你就必须要承认这个 你要依照常识 就是承认一个人 他一定有他的人性的弱点 那么你只能够做 你力所能及的事情 不能够唱得高调之后 然后使得人家看起来 会变成你是一个 非常虚伪的一种状态 就像我之前讲的那个 就是说这个高尔 然后拍了一个什么 不愿面对的真相 可是他自己也是 生活也是非常享受的 因为美国人 几乎是大部分的人 没办法享受到的资源 然后你这个什么 私人飞机什么的这些东西 你也是在制造温室气体 没有制造的 比别人都还要多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就是也是一个虚伪的这个情况 那之前我也讲过 就是说在这个德国 马克思的原乡 他们去用行销的手法 去卖这个什么零元货币 要来的零元的这个 这个纪念币 要来纪念这个马克思的 这个反对资本主义的 我觉得这太搞笑 因为零元货币的话 一个零元货币 你要花三欧元去买 对啊 就相当于现在是90块台币 现在欧元贬值 那时候其实相当于100块 100多块台币啊 就要去买零元货币 所以你如果说 真的没有办法去脱离 资本主义的这个游戏规则 你就不要声称说 我要脱离 然后结果你玩的 完全比别人的 还要这个 是属于资本主义的方式 这个的话就叫虚伪 所以你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那个是没有办法 说服这个其他人 所以如果在这个些报道 都是属实的这种前提下的话 那我们看到几个面相 可以来看 第一个就是 假如说乌克兰政府 他真的是投入了 这样的一种货币的 就是让他去援助的话 那我觉得乌克兰政府也是够大胆的 够大胆的意思就是说 你看所有的这些这个 虚拟的货币 他目前其实都不能算是一个 真正稳定的状态 就是说你的换算方式啊 然后虽然不是在一个 一般的货币市场底下的这个起伏 但是他也有他的这个 像现在这样可以破产的可能性啊 或者是说 那你哪天他这个 这个这个价值 你没有办法去估计 没有办法去确定 那哪天他完全就是没有这个价值了 被其他人取代了 那你这个完 你这个就一切之间就完全就失去了 像现在这样子啊 对 所以有的时候 一些实际能拿到的一些东西 我们还是要这个 就是说 能够知足 而不是就是好像是一个 抓一个海市盛楼 然后那到最后就没有 但我的意思不是说 虚拟货币这个是 这个事情是不能够发展的 而是说 就像手机民调一样 当时蔡英文他们要作弊 所以要讲说 我加入手机民调 但是手机民调 你要怎么样去避免这个 一个人多部手机 或者是说 手机并没有原来 在中华电信建构的一个 在中华台北特定 有这个数量可以统计的 手机使用者 然后他们到时候的加成 要怎么换算 这些东西 到没有决定好的时候 那他就要说 用手机民调 其实很明显的 就是为了要 我只要能够把我的 民调 不管怎么样 能够充高 我即使是出老千 我愿意做 这个就是手机民调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加密 这个虚拟货币 那么这些东西 就是 当你真的需要一个 真正的援助 或者是真正能够让人民 可以受惠的时候 受到这个恩惠 受到这个好处 你真的能够花钱 能够帮助到人民的话 那你就是 就是说你就可以做 但是问题是 显然虚拟货币 在现在这样的一个 还不是发展到 这么成熟的阶段的话 你这样做事还蛮大胆 所以这是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 为什么我说他们是左派的虚位 因为那就是 你从他会是民主党的 这个这个民主党支持者 然后去捐助民主党 你就会就知道 可是他一边说他是左派 一边说他做好事 一边搞行销 然后完了之后 他破产了之后 他还是可以 这个继续享受 虽然说我觉得这种享受 其实是蛮可怜的 因为你就是有那种 这种什么他的前女友 这种很这个 很可以说是 应该叫做 就很荒唐的这种想法 这个身为女性 然后就你这样想 这也是左派的虚位 因为你说的这个什么 什么后宫的这种享受 这其实对女性 一个很大的这个侮辱啊 这种女性的地位 完全就是一个商品的地位 完全就是一个这个物品的地位啊 那你这个左派人 他们不是最喜欢的 喊人很高尚吗 他说这个什么性别又平等啊 但是要这多元成家 所以他要多元性伴侣啊 结果多元性伴侣的结果是 这种女性 他认为他自己就是一个物品 那男性 有没有肯定会认为 他自己是一个物品 那这样的话 你有什么有什么理想可言 还是你认为说 男性跟女性 通通都变成物品 那种理想就就平等 这个的话 我觉得这个就需要一点 需要一点那个讨论的空间 对吧 你只是把大家都 降低成物品 降低成一个 这些迷幻药 或者是游戏 或者是 这个纸醉金迷 这种生活的这个奴隶 你把降低 自己降低到这种 这种程度 这就是保暖私淫欲 那你到之后 你到之后这个财产 你再多吧 你现在虽然是破产 可是你过去购买的这些 你可以享受啊 但是问题是 你一无所有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可能 饥寒起到心 这就是道德品质 对一个人来讲 还是很重要 不是说 完全不重要的一个问题 所以 这就是 我想我们都还是 从这个拉回来讲到 就是说我们还是要这个 要诚实的 这个面对自己 面对自己的人生 虽然我不是 能够很想象那种 非常非常有钱的生活 但是 某种程度来讲 也可以同理一点那种 就是穷到只剩下钱的 这种心态 那当然是 有点值得同情了 只是说 那他自己的生活 他就必须要负责 不能说 他自己的生活 然后他不负责 然后到最后 开了一些空头支票 到现在都没有 完全就是 帮助乌克兰的那些 也都没有 都已经挥零了 然后他自己就 还可以去享受 这样的话就是 就是完全不负责任的 一种一种做法 虽然值得同情 但是绝对不值得鼓励 就像蔡英文 值不值得同情 蔡英文出生 在一个很不正常的家庭 那他为了要求得 这个别人 对关爱的眼神 或者是 他为了要 让自己一个 很不自信的 靠着墙边走路的人 去求得别人的肯定 他就必须 使出各种手法 加上他那个家庭环境 他的 父亲开的 那个什么 勒马饭店的那些的 的营生 他那些营生 让他就学习到 这种东西 那蔡英文是不是 心中很空虚呢 才会需要靠这些东西 如果他心中不空虚的话 为什么没有读稿机 他就不会念 他就不会说话了 心中空虚的人才这样子 心中不空虚的人 要说我这样子 我没有读稿机 我还是一直噼里啪啦 一直讲 这个就是 人的不同 但是 同情蔡英文的意思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等于 就是说 蔡英文怎么样作弊 怎么样欺骗 怎么样造假学历 用假学历去升等 用假学历去骗得总统 用假学历去做 这些有的没的事情 都会值得原谅 当然你就不是 你的人生你要负责 你长这么大 六十几岁 六十五 六岁 你要负责 现在这个 就是之前的 他现在在享受 他说他29岁 29岁也算是成年了 对啊 也是这个 虽然说我们没有 像他那么优秀 年轻人就赚那么多钱 但这跟他的家庭 因素有关 因为刚刚也提到 他父母也是 有在这个买豪宅 或什么的 应该也是有 对他在财务上 是有一些帮助的 不能说完全没有 那所以说 你这个人生的话 你要自己负责 对 所以这东西的话 就是 我觉得我们就是 不管你是不是说 要去投资 或者是要去相信 所谓的虚拟货币 这套货币体系 这个我也不敢说 是什么 但是因为我也还 在做功课 没有那么专家 就不敢说 去你货币本身 去做太多的评论 但是你无论是 相不相信 要不要去里面 就是要不要去 进论在当中 或者什么的 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对你的人生 对你的所作所为 对你对别人 造成的影响 那么这个 你不能够就是 完全就是觉得 说跟你没关系 或者是说 完全就是 好像我说一套 做一套 反正媒体爆料了 就让他爆料 或者是说 媒体没爆料 我就幸运了 这样子 这样子的想法 这样子的人生 是这个 很不值得的 不只是说 在道德上的 这种瑕疵 或者是受谴责 是你的人生 你也终究得不到 真正的愉悦 真正的快乐 你每天就陷入在 这些 无尽的 必须要受到更多的药物 去刺激你的 多巴胺的分泌 然后你多巴胺分泌 多了 你又不满足 你又继续要去 追求刺激 这样的人生 其实是 这个还蛮痛苦的 所以 我觉得就是说 现在 民主党也好 或是什么 这些 那么他们要 可能要 就寻求一个 你说你要帮助乌克兰 你要出的钱 帮助乌克兰 共和党主张 没有出那么多钱 但是 你就要说 你的善行 或是你的什么 可以真的获得 实质的利益 真的获得实质 对人家的 对一般人民的 这个帮助 真的在实际上 可以对他们反抗的事业 有所注意 而不是说 好像你开了很多空投支票 然后民主党人 也应该要这样子 不管你是不是右派媒体 还是左派媒体 民主党人一样 就像卫报 他也是左派 他也是去追寻 所以你为了让 你对乌克兰的人负责 你也应该要去追查 或者是说 去看看承认 或者是说 你要怎么样去改善 还是弥补 目前你受到 这么样的人的捐款支持 然后你也这么热忱地去捐 去说要帮助乌克兰 那现在怎么帮助 或者后续怎么办 那我想是 这些所谓的民主党 或者是说 比较要宣扬这种 左派理念或理想的人 自己要有办法去 说服别人 或者是说服其他人 去追寻他们真的要去行善 或者要去做好事的 这样的想法 否则的话 这种虚伪的 这种双标的 这种很奇特的例子 越来越多的话 那我想可能就是 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 对你们的这个形象 对你们对别人 在心目中的这个地位 其实都会是一落千丈 以至于别人 对你们又完全没有敬意 那这样的话 对你们自己本身 不是也没有什么任何好处吗 世界怎么跟得上台湾啊 要怪谁能怪病毒啦 不要说太不满了 我们多少会议是没有做会议记录的 那就跟大家也讲过多少次 那时候没有记录就是没有记录 欸 这不能讲错一句话 有没有 假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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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新 假新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买下了推特之后所发生的 一连串的 你要说笑话也好 风暴也好 另外就是有关于 Donald Trump最近说说 回来选总统 因为这两个人都是富豪 所以 很多 在这几年当中 很多人就是在笑 非常非常地崇拜 或者说非常非常地 他们就能够拯救这个世界 拯救整个美国 所以你为什么特别写了这篇报道 它的标题叫做 马斯克跟川普们的真面目 亿万富翁不是救世主 这个评论当中 他开松民意就提到说 近年来越来越多美国人 开始对国家的亿万富翁们 产生不满 但是在刚刚过去的 不同的寻常的一周里面 不满的已经被一种 更想念更急迫的反对声所淹没 这一次是亿万富豪们自己的功劳 四位最著名的亿万富翁 一个一个接着出手 那么将富人阶层进行培育的 慈悲救世主形象 砸了个稀巴烂 这是他们做出来 令人敬佩的牺牲 因为别忘了 这个群体的雀留 是由我们集体来定夺的 只要我们从中 有足够的人下定决心 当许多人还在为了这一些 事情去乞讨的时候 我们其实可以实施 劳工税收凡凡跟监管政策 尽可能减少某一些人 能用一些方式来聚集更多的财富 这些亿万富翁 他掌握了很多巨大的政治权利 也因为大众乐见某种神话的存在 比如说亿万富豪的慷慨 财能以及反派的精神 甚至是超然于世 在这个文章撰写之时 Elon Musk正在把推特 飞向毁灭 大批的员工被解雇 或者是辞职 甚至是服务中断 频频 那么人们在运用这些APP 甚至说一些 准备要离开 推特这些话等等 在这场企业史上 属于属于的惊人大崩溃当中 Elon Musk推文成为一项 重要的公益服务 他在粉碎一弯富翁天才的神话 那么他所有的善意的伪装下 就是天马行空的才华 可以解决一切的难题 他把自己的头脑时间 运用在加密货币上面 说他搞火星殖民 做电动车 太阳能板 然后营救困于洞穴中的太球 足球语言上面 然后在解放被自由主义 迫害的压迹言论的自由上面 但是Elon Musk实际作为 却与他那些所表现出来的 所宣称的这些才华洋溢的形象 是不符的 他的作为主要是靠的是 把别人的成就占为己有 并且始终充斥着涉及歧视 管理不善跟欺诈的指责 直到他接管了推特 那些自称很有才能的这些神话 才因此一个一个被破灭 一个被Elon Musk称为 全球公共广场的地方 能够再迅速变成一个空壳 崩溃的程度 这个是非常迅速的 那么其他那些 对于我们的学校 公共卫生系统 还有一些政治 有些想法的一些亿万富翁天才 会不会其实也没有 那么样的值得信任呢 例如上是Amazon的创始人 Jeff Bezos 这个星期他不遗余力的 粉碎了一个亿万富翁的 善意伪装 就是慷慨的姿态 他宣布要把自己 超过1200亿美元的 这个财富 大部分都捐出去 用于对抗气候暖化 以及促进社会的和谐 听起来不错 但他的姿态 跟慷慨没有太多关系 那么正如一位 在Georgia的参议员竞选 提出一些跟社会儿童福利 的候选人一样 他其实提到的内容 也没太大的关系 那么现在Bezos 这个要这个慷慨的施舍金钱 本来就不 就是靠着这个不人道的劳工实践 就是他这个压榨劳工 还有这个规避一些税收 全市的运作 还有垄断性的力量 和其他说法赚来的钱 这让他成为现在美国生活 种种问题的起源 而不是一个行侠仗义的济世良方 那么现在来判断 Bezos的慈善事业 是否会帮助他人还为时过早 但肯定的是 他的确会给Jeff Bezos 有很大的正面形象的帮助 那么像是他这样的 超级慈善家 往往透过基金会 进行捐赠 他们建立基金会的方式 是为了节省大量的税收 有时只是把这个钱 从自己的一个账户 转到另外一个账户而已 这个捐赠还将提升 Jeff Bezos的名誉 透过这个方式来维持 去保护他赚更多钱的机会 以及对社会造成 更多损害的机会 那么另外是这个 有关于说 在这个星期 CNN的宣布了 Bezos的慈善计划之后 就有消息指出说 亚马逊 Amazon将裁员数千人 所以就证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 他宁得把钱 捐给自己的慈善基金会 但他不愿意 却留下他自己的员工 乍看之下 这个两个故事 实际上是 一个完全是相反的 这个观点或事实 但他们同时又是 同一个故事 就是将人类 视为一字性商品的制度 通过撒上一些 这一个仙女的粉尘 来进行自我维持和繁殖 那么这个当然 还有提到另外一位 就是刚刚特别提到 这个弗雷德 他是个名声狼藉的 加密货币的大人物 那么结果就因为 他这个FTX公司的轰然倒塌 320亿美元 直接就消失了 他的这个善意伪装是反叛着人民的亿万富翁 然后透过这加密货币 对抗建制的势力 对抗大银行 对抗当权者的手段 却没想到他成为了另外一个这个统治世界 以及这一个成为另一个建制派 另一个当权者 另一个这个剥削人民 剥削一般人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最后就是Donald Trump 他就说亿万富翁当中最危险 而且最自以为是的一个化身 那么就是他是全世界唯一能够整够拯救我们的英雄 那么他专斗动的是非常这个厉害的 他这个过去说要这个抽干这个华府的沼泽 结果他身边任命的很多的内阁官员 都是过去他所称的华府的沼泽 这个不管是过去的这个 这个他拿了一堆这个钱的军火商 或拿了一堆钱的这个智库学者 通通成为他的这些middlemen 都成为他的那个内阁成员之一 在他这个海湖庄园里面举办的这个 他说要再次竞选总统的这一些内容上面 其实很多人就回推了2016年 发现他这些内容跟2016年谈的内容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内容 那这个作者就笑他说 这恐怕是连他自己都不再相信他自己 因为这个其中选举当中 美国人用选票的否决他支持的 大多数的一些知名的候选人 从而当然就否定了他 甚至连共和党的评论人士都赞同说 他拖累了共和党如此之久 以至于共和党没有能够重新控制参议院 只有勉强 而且是非常缓慢的才夺下了众议院 由于担心更多灾难性的结果 所以他仰赖的这一些顾问或盟友 都劝他不要参选 或者是推迟参选的时间 结果他却是站在台上 然后连捷布布希 捷布布希就是布希家族的第三个儿子 都忍不住批评说川普享受的掌声 但是没有提出新的理念或新的方向 这是其他人拿出过的同一种表演的不同模式而已 在关键的区别当中 就是包括了刚刚提到的马斯克 包括了贝佐斯 包括刚刚的佛瑞德 川普对这些人都表现的 懒得说表现他们这一些的样子 就是伪装的样子 直白的提醒就是说 意外富翁不是我们的救世主 他是我们犯下的错误 这是纽约时报的专栏 纽约时报的观点 纽约时报的评论 这篇报道当然我想也提醒了台湾人民 对于那一些权贵 就是说像过去经营勒马饭店 掌握整个美军未安所角色 或者说现在的郭台铭等等的这些人 他们这些过去不管是掌握金钱 还是掌握政治权利 这些人应该要是被人民所唾弃的 他们现在包装的形象 只是什么 只是他在不断的繁殖 不断的去进化 不断的在去用新的商品 一次性的消费 然后去激发人们去购买的意愿 不要忘了每一次选举 都是政客在乞讨 都是政客在向人民乞讨 他未来的思念还能不能够继续 拿你的钱 你还能不能够继续掌握权力 不要忘了最后剩下这七天 剩下这六天 剩下这五天 剩下这四天 这些时间都是很难得的 政客乞讨中的最真实的展现 跟最真实的样貌 人民的当家作主 就在这短短的时间之内 你要如何去选择一个未来 或者说你要去如何选择一个 接下来的生活 我相信这些东西都是会被 在今年的11月26号当中 会被人民所考虑的 这些所谓的亿万富翁 拿着政府的权利 或者说跟政府有任何的挂钩 然后去夺取人民财产的这种作为 我想应该是所谓的真的左派 应该要唾弃的对象 云伦怎么看 就如我上一段讲 说追求财富有没有问题 当然是没有问题 而且其实有的时候 也有些人把财富用得很不错 那么例如说 我们知道Felix Mendelssohn 这位作曲家 他的父亲就是一个银行家 他的祖父就是摩西 Mendelssohn 他是蛮重要的一个哲学家 尤其是他把关于所谓的犹太信仰 把他所谓的天主教化 或者是说在欧洲怎么样 让天主教信仰可以 跟他原本的信仰 可以做一些不同的结合 但他这方面有比较多的思考 那么孟德尔宋的父亲 就是银行家 因此孟德尔宋就有 比其他人多的资源 他可以很小的时候 家里面就有管弦乐团 让他可以练习 怎么样指挥跟写作 一些大编制的作品 当然有的人就会批评 说他的作品就没有深度 或者是没有这种 很悲伤很深沉的这种情绪等等 但是某种程度上来说的话 这种东西都比较抽象 就说很主观 你说有深度 那个没有深度 有没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测量标准 我们当然可以说 可能这个孟德尔宋在写作的时候 他在一些这个节奏的运用 没有像Battle分 或者是没有像舒曼一样 有很多很不自然的一些切分 或者是说让这个音乐 好像迟至不前的这个 好像卡在那边 有一个挣扎 然后有一个拉扯 这个好像有艺术之美 但是Manderson的表现都比较自然 因为他就觉得这个是 就很世界就是很自然的 那但是我顺便讲一下 就是我并不同意Manderson 他就是一个很 可以表现快乐的作曲家 还是有一些作品是比较 就是说有一些 比较深刻一点的感受 要是没有这种感受的话 那么你很难想像一个17岁的人 就写《仲夏夜之梦》去取 虽然他那个《仲夏夜之梦》 那个也是一个喜剧 但是它里面还是有很多漫的 很多抒情的部分 所以这个也不是完全是 这个可以这么说的 就是我觉得Manderson 不是一个所谓的快乐的化身 这个是我们要比较清楚的 那我现在说回来 不要再讲题外话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一个有钱的人 他可以用他的钱 去花在他的这个子女的教育 或是他身为银行家 可以真的去帮助到 其他人是一个 有风范的一个有钱人 也不会说被民生所拖累 像很多犹太人 Manderson属于犹太人的家族 那很多犹太人在欧洲 只是因为他们的 这个仇富的这个情绪 还有就是说 因为这个犹太人 他好像就是会被人家 有个印象说 他们去借人的高利贷 或什么 但其实是因为犹太人 他不能跟他的弟兄之间 有一个借贷关系 他当然跟欧洲人借贷 那么另外其实就是说 因为这个犹太人 对于这个 很后来 对于很多欧美政商界的 一些影响 那有个比较深层的原因 就是因为 当初就是一些犹太人 把耶稣定了十字架 这都是另外的原因 但是 种种的因素吧 反正犹太人的有钱人 他并很少就是说 好像就是除了我们会觉得 他控制了政商 什么的之外 倒是比较少看到 这个犹太人 他是因为他的有钱 或者他是一个富翁的形象 然后他把他自己的形象毁掉 或者是说 他就是做一些这种 非常不道的这些事情 或者是 就是跟他的信仰 去背谬的一些事情 这倒是比较没有 因为犹太人本身 他们的教育是 普遍是还不错的 就是包括对子女教育 对子女必须要追求一些知识 还有就是要表现出个性 等等的这些 然后还有理财的一些观念 那就是犹太人 其实都还做得不错的 所以 那基本上 很多这个最精英的那些人士 都是这个犹太人 包括我不喜欢的 像这个 马克思啊 那也是属于这个 这个犹太人 然后另外 当然就是说 因为 但是犹太人有一点 就是说 因为他们可能 就是 那个宗教信仰的关系 还有就是 他这个 就是因为 后来的纳粹是属于极右嘛 然后呢 迫害犹太人 所以可能很多人 还有犹太人住在俄国的 也不少 所以很多人可能会有个印象 就是犹太人的知识分子 还是有点 因为身为知识分子的人又多嘛 那知识分子本身就是有一种 悲天敏人的这种想法 最后人觉得犹太人比较左倾 但是 基本上来讲 犹太人即使左倾了 也很少出现像那种 就是沙特啦 对于他自己去 去 吹捧毛泽东 去这个 赞扬 所谓的文革 然后不反省的这种 这种左派 这个 在他们里面 也是比较少一点 所以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追求财富有没有问题 就 当然是没有问题 因为 也不能说就是 就我刚刚提到的嘛 就人 他 为了要发挥 他自己的才能 那么 发挥财能 跟 他要发挥自我价值的动机 追求财富是一个 蛮重要的动机 这个我们不能够否认 而 现在的问题是在于说 有没有可能 当我们追求财富 但是 就变成财富的奴隶的时候 这 这才是一个转折点 这才是我们这个 有问题的根源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 圣经里面耶稣说 你不能够 又信这个神 就是信上帝 又信马门 就是 当你把这个财神 当做这个第一位的时候 那才是这个问题的根源 所以 现在这些人 他们为什么会出问题 就是因为 第一个 他认为他的财富 就是他的一切 这就是问题 还有就是说 他用财富 可以得到的一些缘分 就是 可能不 不一定属于 他的一个成就 然后 他得到了 又得到很多掌声 得到很多这个 关注 得到很多人的这种追捧 得到很多人的这个 等于是 几乎是信仰了 之后 那他就会 出问题 因为 他就忘记 他应该要 这个 当然 如果你是基督信仰者 你就说 忘记听了上帝的声音 就像扫罗一样 扫罗就是听了人民的声音 然后觉得说 我不需要等祭司来 我自己就可以祭司 或者是说 我可以自己决定 人民说 我这些 上帝要他们 把一群人 都杀掉 然后财产也都 不要留下来 然后那个 扫罗就觉得说 人民觉得这些 羊不错 这些动物 牲畜不错 他们的有些财产不错 那我们为什么 就是不能够留下来 这当然就是 说你要 你要去 如果说真的已经有人 跟你确切讲 上帝讲什么 然后你说 你去听别人的声音的话 这当然就是一个 你没有去注意到 你要听谁的声音的问题 那如果你不是一个 基督信徒的话 那你至少就说 你要去听这个 心中的这个 良心的这个声音 就是说 当你有这么大的成就 有这么大的名声的时候 那你就是 一直回顾 就 我们说不要 就莫忘初衷 莫忘初心 就是这样 就是说 你要去回顾 当初你为什么会想要 拥有这么多的财富 除了你想要拥有财富 这一点之外 你当初说的 我就 就觉得说 有些人他说 要拯救这个世界 或者是要什么 殖民火星 或者是 他完全不是说 完全没有可取之处 而是说 他可能忘了 当时 为什么要追求 这么多的名声 或这么多的财富 或者是这个 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个弗瑞德的 这件事情一样 就是说 他说帮助乌克兰人 或者一开始说 要这样子行善 有没有可能 完全是虚伪的 我觉得 善意一点解读 是应该有一部分 是真实的 只是说 可能他后来就忘记 或者是他后来 在这个 讲说 迷失了他自己 然后就 就走向了 另外一个极端 无论是左派 还是右派 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 这个的话 就是 有的时候 就不是财富本身 没有什么好坏 但是如果你被他奴役 或者是你被 你的名声奴役 或者是你被 这个 就是说 其他人对你的 这些 所谓的信任 或者所谓的 这个 吹捧 那么这些东西 也是属于民生的一部分 就是我们有名 有利 或者是说 有一些 那种人性上的一些 你就飘飘了 你就飘起来 那这样的话 你就自然会 从这个云端 跌下来 这个是 亘古 几乎不变的道理 就是 就是这样子 当然 有的人 他是完全没有 表现出过 他有任何理想 就是 我觉得 刚刚我们讲到的 就是 欧美的 或者这些 有钱人 尤其是 就是说 这个 可能啦 就是马斯克也好 一开始 有些理想也是不错的 也是展现出他的 聪明才智啊 那后来不行了 后来就 就 就 就这个 就跌落了 因为他其实就 太信任他自己了 这个是一个 问题 但是有的人 其实是 原本的 原本的理想 其实就比较少的 尤其是像 我觉得像 中华台北 或者像华人的 一些所谓的 这个 这个 有钱人 或者是说 突然 一系报复也好 或者是说 用他的 别人的资源 去踩他的上面 去富有的 这些人也好 他们通常就是 我也看不出 他们有什么 特别有什么理想 就像这个 政治 以政治人物为代表 像我刚刚说的 蔡同学 蔡英文 这个例子 就是这样 我觉得 基本上来讲的话 无论从什么 时期看起来 都没有过 就说 这个蔡英文 他有什么理想 有的话 大概就是 别人帮他撰稿 写的那些文清稿 里面所讲 那些东西 好事就是 他要挽救了民进党 他出钱 挽救民进党 去当民进党主席 然后把民进党 从谷底拉起来 大概除了这些骗术 去骗那种 骗这个 这个所谓的 破壳小机之外 看不出来 他有什么 其他的理想 你看他 对于这个民主 民主化的过程 他在这个 也没有参与 他在所谓的 康大尔念了两次 同样的学程 然后跑到英国去 弄了不到两年之后 就财务困难 然后就辍学了 辍学之后又骗了一个 用从党国的利益 去骗到一个 所谓东吴跟政大的 什么 客作副教授的位置 然后就开始 他的所谓的 所谓的学术生涯 你说他的这整个人生 跟那个什么 民主化那些 有什么样的关系 然后靠着他的这些 权力 金钱还有权力 缔造起来的这些 所谓的那些政治人物 哪一个有什么 真正的理想 那个民进党里面 现在不是都是充斥的 那些奇奇怪怪的人 以前你说像是什么 陈明文 那以前都是国民党过来的 什么洪耀福啦 这些什么黄神国 还什么东西的这些人 以前都不知道 他们是谁的 听都没听过 也不是什么 民主化当中的 什么重要角色 我们这些 现在都是这些人的当道 对吧 所以这些人 就是依附在这些 所谓的有钱有权的人 身边的这些 说的不好听 就是一些寄生仇 他们如果不愿意听的话 那你要去证明一下 我这个是属于评论的部分 因为我说寄生仇 的意思就是说 你就是寄生在别人的 权利跟金钱的旁边 你没有任何一些 做回的这样子的一个人 我定义清楚 不然到时候 像之前有人讲什么 国民懒叫 就要被罚款 那个一样 我是要讲说 这个定义是非常清楚 你就是寄生的 你就是一个寄生的关系 你没有任何一个 属于你自己的独立的人格 你要不就是寄生 要不就是傀儡 像陈时中那种 就有人讲他抗中宝台 但我看他连他自己的 如果他连他自己的身边的 都是蔡英文的人马 这件事情 他都没办法反抗 那等于是证明 他就是一个傀儡 那傀儡能够怎么抗中宝台 我基本上都不相信 这些事情 所以那比较可惜的 其实是一些 本来有理想的 像游锡坤 像那个 就说原本什么 姚家文 然后什么那些的 他们也 其实现在 慢慢都在跟蔡英文妥协 这个是我觉得 理想也都 都已经慢慢没有了 这是 比较可惜的地方 所以我说后来就是 有财富有没有问题 有钱有没有问题 都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是说 当你被这些东西 所迷失的 当你相信的东西 就是这些 就认为它是最高的价值 就认为 这个 你可以 可以透过你的金钱 或者透过你的这个 所谓的 用金钱堆砌起来的影响力 去影响别人 那么就 你自己就认为 你是救世主的时候 那这就是一个 比较大的问题 因为 人不可能是救世主 人就是有限 不管你有没有 这个基督信仰 或什么信仰 那 我觉得说 人一定得承认 他自己是有限的 就像 我之前提到庄子 就是说 我们也是必须承认 我们对这个世界 对这个宇宙的理解 是知之甚少 那我们这个 必须用这个 很谦卑的态度 不能像蔡英文一样 讲谦卑 谦卑再谦卑 只有是这个 是这个傲慢 傲慢再傲慢 是 不能够这样子 然后另外就是 你用谦卑态度 你是知道 你自己的这个有限 就像基督徒知道 人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如果没有 上帝的话 那么 另外如果你是佛教徒的话 那你会知道说 人对这个世界的无常 是没办法掌握的 就说 就是你对于这个世界 跟这个宇宙 它是顺其万变 你如果认为一件事情 是不变的 你就是执着 执着 不管是执着在金钱 执着在 你的人设 或者执着在 一个 就别人对你的这些 什么样的一些名声上 都是执着 所以说其实 用任何一个角度来说的话 人不管怎么样都必须得 就是意识到自己的有限 然后 多多去反省 自身 那当然那些大人物是很难 让他有反省 因为像我们这些小人物讲的话 他会觉得你算什么 你算奶跟葱 所以说人民的力量 这时候才是重要的 因为很多的 不算奶跟葱的 合起来 就是 就比那些 自以为自己是 这个 算奶跟葱的人 还要厉害了 就是这个 三个脱皮匠的 这个力量 而且 加上台湾人民 就是中华台北人民 已经很久都把自己做主的 这种意识给丢弃了 给这个睡着了 尤其是所谓的 本土政权执政之后 所以现在的关键就是 无论是金钱上 还是权柄上 还是这些 自以为自己有好人设的人 那我们都还是必须要靠 这个人民的 靠媒体 就像国外的媒体 去追踪那些富豪的 写这些评论一样 我们用人民的力量去 对他们 让他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让他们这个 可以知道说 他们也会从天上掉下来 这个 也会坠落 既然 这个其他的一些富豪 你看像川普啊 或者是像这个 马斯克 他都会 他都会坠落 那我们要不要也让这个 这个勒马饭店培养出来的 勒马公主 也是应该要感受到说 他也会坠落的 他的谎言也会被打破 他有一天 也会被人家这个 在灵魂上扒的金光 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 虽然值得同情 但这种灵魂 不是高尚的灵魂 也让大家看得清楚 那么这样的话 我想中华台北的人民 才有资格成为 他自己是一个好公民 然后才有资格说 我们现在要开始决定 我们是不是要走向 一个正常国家 还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或者我们要 或要得到 其他的地球 从其他的人的尊重 这样子我们可能 才有这个资格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